烟火里的尘埃 或许是花花最让人惊艳的作品了 这首收录在专辑卡西莫多的礼物之中的音乐 之所以被那么多人喜欢 有那么多的成功 是因为编曲 作词演唱三方的超自然的力量 合力打造出来的 著名作词人林希想必很多人知道 写过无数经典作品的词人 红豆国 富士山下揭出自他手 编曲西楼是很神秘的 很少人了解到他 直到花花在明日之子 终说到他和西楼的经历 直言只有自己能让西楼的取唱好 就是这首烟火里的尘埃 和其实力相比配的华晨与 更是因为有作为火星人的内心孤独和隐蔽的世界 孤独与堂皇 不满和控诉 每个字眼都像是会钻到你心里面一样 每一句都像是经历过沧海桑田 之后的老城之人 内心所包含的希望的赤裂烟火 不顾一切 飞腾到空中 目睹过世界繁华 爆发出绚烂七彩的烟火 烟火里的尘埃 为什么是最让人惊艳的作品 画面感很强的一首歌 尤其是在烟火里的尘埃 MV一种 如果世界不明白 对着影子表白 守着沙漠等待花开 盛开的烟火留下的尘埃 走进花花的内心世界 仿佛看到了一个真正适合花花生存的地方 烟雾缭绕着自己的世界 无关外面世界的风雨色彩 只准处在自己的创作之中 或许是与生俱来的孤单感 孤独却不惧怕孤独 甚至享受孤独 他的倔强像个孩子 却又像是一个异类 他不管别人有什么想法 永远都是自己的真实的表达 即便没有人理解也不在乎 即便孤独倔强也要向一束微弱的光照亮更多的人 烟火里的尘埃 为什么是最让人惊艳的作品 这首歌在他的表演之中 越来越有意思 越来越震撼 这不仅仅是赵又乔自己的风格 他利用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把自己的特点 自己的长处表达出来 更是注重情感的表达 情感体现在音乐的技巧上是很抓人心的 声音很好 音乐的跨度很大 演唱的张力很强 而且音色表现出了多样性 这多变的节奏和旋律 让这首歌在原版的基础上 有了更多对自己的表达的态度 当他丰富的肢体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 更是把内心的猛兽释放出来 不禁让人被震撼到 就像在上台之前 他对自己的评价 虽然不是最耀眼的焰火 但是想做一个不一样的尘埃 对于尘埃的意义 他表达得很好 嘲讽世界同时嘲讽自己 像是在痛恨自己的弱小 对自己咆哮 即便认清了现实的真相 却还是抓住希望努力向上的尘埃 展现的长处的同时 却也暴露出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例如气息的控制 在一些地方并不是那么完美 高音区的转换听起来 并不是那么顺畅 不过对于整场完美的表演 并没有很大的妨碍 相比于花花的老鼠爱大米 赢得比赛也是众望所归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 李宗盛